歡迎收看 二二直播 哈囉我是彥琳 哈囉我是然然 今天呢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PTT上鄉民們討論度很高的 冷凍水餃們 第一間是我們的阿玉水餃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色澤 它是位於我們的辛亥路上面 好 再來呢 第二間是我們的巧之味 聽說是我們蔡董董很愛的一間水餃店 然後位於巧之味附近呢 也有一家龍門客棧 這家呢我其實有吃過 蠻好吃的 但是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口味有沒有變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使小編特別推薦給大家 它是在中和的這個香蒸鍋貼水餃 它有鍋貼也有水餃 但是我們今天要吃的是水餃 好的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去試吃囉 GO 登登 我們已經煮好了 沒錯 好 那我們要開始吃 試吃了 那我們先從右邊開始吃好嗎 好啊 我們先從阿玉開始吃一起 OK開動 那我們就為了講 好 我覺得阿玉的那個皮很特別 它就有點皺皺了 對 是不是因為很薄的關係啊 好像是一隻皮 很好吃 很香那個豬肉味耶 真的超大顆的 真的超大顆的 真的超大顆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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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好 那我們趕快來試吃炒滋味 對 試吃炒滋味 就是你預期中最好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愛皮厚 其實它是皮耶 因為我想像是太厚 但是就是很有Q度 好 試吃囉 看起來很現吃耶 很現吃 很現吃 吃一下 它比較甜 嗯 而且這個菜味很重耶 對 這個是菜味很重 嗯 它阿玉是豬肉味比較重 它是對 它肉味很重 其實就是 真的不一樣耶 我沒有認真這樣評比過水餃而已 真的耶 然後就是一隻 欸就是馬上蔬菜先 它的香味先出來 整個甜味 好 來趕快吃龍門客戴的 這我吃過 但我已經忘記它的味道了 這個裡面是真的有報紙 我覺得比阿玉還爆 對 這個其實肉比較多 嗯 爆肉爆汁 最後一個 好 小編自己說很好吃 其實這件我也吃過 我剛剛想起來了 真的耶 它的鍋貼超好吃的 就是在我家附近 我來試試看 對 欸 有元寶的造型是不是 還是被我們那個造型 不見好像已經不見了 不見 元寶不見了 有啦 還是有元寶的造型 好 好 這味道好 好特別喔 它有一種 我覺得它也蠻像阿玉的耶 這個蔥味最重 這個有點像蔥餅的味道 有一點留意 對 有一點 因為它的蔥味很重 但是我覺得它好接近阿玉喔 嗯 但是這個阿玉的肉味又更重 嗯 對不對 欸真的耶 我發現啊 我以為雪餃每個豬肉口味都會吃起來一樣 感覺是不一樣耶 對啊 怎麼差那麼多啊 而且我覺得 剛吃完阿玉在吃小滋味那個 那個 那個差別整個出來了 嚇到這樣 欸又不一樣 那 你最喜歡哪一道 我最喜歡的嗎 巧滋味 我也是最愛巧滋味 沒有 這比較甜甜一點 對 我喜歡吃菜 然後我覺得它 吃多比較不會膩 我猜啦 但是我覺得喜歡肉多多 可能會喜歡香針跟阿玉耶 阿玉 因為這兩個是肉很多 然後整個肉味很香的 爆出來 應該是蟲肉嘛 應該是蟲肉嘛 應該是蟲肉 欸對 他們兩個很像 但是它的這個味道會更高 阿玉的肉味比較重 然後相對是那個蟲味比較重 嗯 嗯 僅次於它 沒錯 龍門就是會有比較多吃這樣子 對對 蟲人多吃 對 好囉 分享給你們 如果有更推薦不錯的那個口袋名單也可以告訴我 對 我們可以下次幫你們去吃 啊對 我要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我們的阿玉 它只有賣冷凍水餃 所以大家不要跑到店裡去吃喔 對 可以買回家自己煮來煮 可以外帶 當然喜歡我們影片內容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跟分享囉 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是葉玲 我是蘭蘭 下次見囉 拜拜